今天一定很多人去看他了 我覺得想要把時間留給其他人 那反正我覺得我們比較少 所以我可以先提前去看他 那至少在那邊的時間也會比較長一點 其實這兩個 原來當然每天都會花樣想 但就是真的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他現在到底好不好 應該是還不錯 所以就是希望他真的可以過得很好 然後他的這個正面能量就是 我真的就是希望不要隨著時間 大家遺忘這件事情 其實他這個人就是這個精神 我覺得一定要大家一直記得 說人我不敢去勉強每一個人要記得他 但是我覺得在演藝圈他這個精神 我是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記住 記得他這種很正能量 然後總是不抱怨 然後很認真工作的這個狀態 就是其實他做很多事情都很辛苦 他做節目做百分百做完很大 其實玩很大你就會覺得他壓力很大 就剛就是票選完之後進去 一定會有一陣子的那一種 他沒有講但你光從螢幕上看 現在就覺得他好像很辛苦 可是你也沒看他抱怨過 然後總是就是很認真在訓練 希望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強 所以他那些我覺得以前他拍那個什麼 小隊長之主訓練 那個都不是在演給大家看 那是他在做自己一個很生活上的紀錄 因為他必須要讓自己的狀態是最好 因為他知道這個節目是很多人 你知道就很像選舉把他送進去那個玩很大 那他不能對不起他的粉絲 跟對不起玩很大的所有的粉絲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點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真的認識他20年了 都從來沒聽啊 在抱怨誰怎麼樣抱怨怎麼樣 從來沒有一句都沒有 有很多話啦 就是真的還是很多話想跟他說 但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去跟他說吧 可能不管是在心裡啊 或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因為我們之間的友情 本來就是不是說一定要常見面的那種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習慣久久相去 然後久久的會去聊一些近況 那就是想跟他多聊聊天吧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很 我們身旁朋友裡面很會帶給人的溫暖 然後很會帶給我們正能量的一個好兄弟 那AES是我們大概十年前就一直有 然後在支持他的品牌 然後那時候他也是一句話就說 就是身旁的自己好朋友就一定要 串他做的牌子嘛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很支持AES 然後今天很特別因為 也是他們第一次辦這麼大的秀 然後其實在好早之前就知道在這一天會辦這場秀 所以說什麼都已經把這個時間留下來一定會出席 其實我們的聚會很少會刻意的要過生日啊或是什麼樣的 我們常常都是約了之後才發現 欸好像最近誰生日然後或是什麼 我們就會一起一起 我覺得聚會不太會去刻意的說 只為了生日而去聚會 我們只要想到我們就會一通電話或是臨時約一下 就會去對方家裡然後一起吃個飯聊個天 對我們好像比較少會在生日當天聚會 因為我記得小鬼他的生日常常都是跟爸爸還有跟家人一起過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間是留給家人是最好的 就是在 mid to 5 a.00 最後系列 你好像是一小胸,蠻生、性、會不會絞到 就是伯伯 这时候我们拍一下就好了 他镜头一张就走了 镜头一张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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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一张都一定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